南瓜暴動 新寒部下州節慶大亂鬥 上週末在新寒部下州的KING州立大學附近 一場南瓜雕刻大賽竟演變為暴動 現場警方出動了催淚瓦斯來平息到處丟止 酒瓶、石塊、滑板及其他物品的學生們 週六數千名來自各個不同派對 且喝得爛醉的學生們 前來參加了在KING舉辦的南瓜佳節 不可避免的 醉漢們開始亂丟酒瓶 石頭、南瓜和滑板 而其他沒那麼醉的學生也趁機戒酒裝瘋 扯下街道上的牌子到處縱火 甚至還把路邊一輛車給翻倒 而身穿正暴裝甲的遠景稍後抵達現場 並且開始發射催淚瓦斯及橡膠子彈 據警方表示 他們逮捕了超過一打以上的學生 而推特上也立刻充滿了將此事件 與Michael Brown遭警方射殺事件中 警方的反應 目前仍不清楚有多少南瓜慘遭謀殺 但官方表示 真正的死傷瓜數恐怕難以估計